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多知》 大人事務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行情會怎麼走 應該不用我再多加的分析跟論述了 總而言之 有跌就是要買 這波COAX的相關概念股票 非常的強勢 被青老師抓住了 黨 黨都往上走高 每一黨都賺超過三成 達標以上的水準 所以對於今年度 要產生一個333獲利翻倍計畫的過程 我希望投票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預設什麼高點 你一旦預設所謂的高點 對你來講 只會降低你奪取暴力的一個機會 我為什麼說是一個暴力的一個機會 還沒降息以前 台股看回不回 一旦降息啟動之後 明後年的行情非常不可 所以給你的一個長線一個架構的看法 就希望低的時候 你敢跟我買進強勢基歐股 這一次的COAX 真的賺得翻過了好不好 降息之前拿出積極 逢低成績的高度 我負責幫你賺出財富的高度 對不對 我選的股票 都是有底氣的潛力股 為你的財務 撐腰跳高 所以行情你有沒有準備好 迎接未來 降息之後的大行情 有準備好就要立即做動作 而不是觀望 場外觀賞股掌叫好 對你的財務沒有增加 一起來並肩作戰 我幫你抓 強勢主流脈動的轉折 紅色COAX的 當時候雙底 這叫黃金六角 賺兩個股本 從537開始操作的 來到1100 大概就賺一倍了 賺551塊錢 是不是將近一倍 回一檔修正 13天轉折買點 5月17號 980 最低點 我怎麼可能買980 我買1010 5月17號的轉折 我一樣帶給你 然後沿路的緩步定高 來到136 1010 136 這樣子355塊錢 一張都沒賣 累計報酬率866塊錢 1.6倍了 達正在超標 33翻倍計畫 一檔賺三成達標 一檔賺五成超標 一檔賺一倍 就圓滿的達正 這一檔 紅色不僅賺了一倍 而且還多了六成 達正在超標 結束了嗎 1365告訴你一張都沒賣 上禮拜 上禮拜五 告訴你即將再創高 禮拜1450了 已經超過1.6倍了 獲利ING 獲利ING 今天紅色不囉嗦 如果強攻漲停1565了 將近1.98倍 即將二次達正 來到1365就已經1.6倍了 今天又來到1565 又多了200塊錢 對 一個禮拜 又幫會多創造一張20萬的一個績效 所以你從1010接回這個位置到1565 這樣子555塊錢 這邊511 累計1066 537塊錢附近的成本 我們幫會員創造了1.98倍 不是一倍 不是0.98 是將近兩倍 即將二次達正 親愛的同廟 這是什麼行情 這是大行情 如果行情沒那麼大 我沒辦法做到這樣的不可能任務 既然是在講解個股的一個操作 我把真實的過程呈現在你面前 不是虛偽造假的績效 你們看在眼裡 會員也跟我對時對家 即將二次達正1.98倍 一張100萬 千金股我幫會員創造千金的利潤 沒有錯吧 當時成本537開始的 你賺了1066 不是兩倍嗎 沒有錯吧 所以33翻倍計畫 紅塑二次達正 這行情非常的大 你要勇於來參與 親愛老師不會辜負你 對我的期待 很多會員不停的續約 不停的在升級 為了是什麼 為了是跟我再度的迎接 明後年的一將期大行情 你已經看得很過癮了 就是看回不回 台積電都來到1千塊錢了 是不是 1千塊錢 你認為來到1千就會彈花一線嗎 你想太多了 上禮拜的台股回檔修正 來到這個短線的一個缺口支撐 大跌314點 我說要買 當天台積電壓回修正 我說急殺早買一點 我有給你看空嗎 我有給你看空嗎 923那一天 台積電我有沒有告訴你 急殺早買點 去回顧一下 當天我對大盤分析 以及重量級股票 台積電的一個解剖 有沒有幫助你掌握未來 看我的節目 你可以跟我一樣看到未來 不然為什麼 智晟一樣創造一倍利潤 紅塑將近兩倍 智晟 COAX的 當時候大門重度774點 123低階 漲三天 三根漲停板 157有賣 157有賣 跌到127回到起張點 當然可以買 差了30塊錢 智晟 賺股息也要賺波段 好不好 COAX的智晟 到昨天 21569% 因為這邊30% 這邊69% 如果沒有還原全值 是還沒有一倍 但如果還原全值 就超過一倍 因為我們參加了 除息三塊錢 今天一個智晟來到222.5 75%加30% 105%不用還原全值 扎扎實實 翻倍 搭證 100%以上 同一檔股票 兩趟的操作 我呈現在你面前 所以今天Do 金老師 會不願的一個幫會員拿冠軍杯 我那個冠軍杯 今天有叫我的美編助理 幫我做一個7月份 累積的冠軍杯 搭證 就是一倍 紅色將近兩倍 智晟一倍 沒有錯吧 一倍以上的一個冠軍杯 我們 光是這個月 7月5號而已 已經拿兩座了 萬論 萬論 一樣是COAS的 倍數成長的基油股 當時候5月31號 開高走低收最低 你敢買嗎 我低接給你看 上去之後回檔這邊先減碼 回檔下來連三黑 你有沒有看到 連三黑收最低 高點有賣就很好低接 你以為這樣的一個低接模式 很容易嗎 親愛同朋友 我不曉得你跟著分析師做得到 還做不到 你會看我節目應該是做不到 但是 但是我給你一個價值 在一檔股票還沒大漲以前 低檔支撐性的位置 我會帶你買 領先市場不是空穴來風 要做給你看 拿出證據的一個操作 就是當時候238收最低的低接買點 上去之後第二趟249.5 也是當天最低點的低接買點 這不是靠運氣 有沒有 我是那麼有好運的一個分析師嗎 我相信老庭委也是會見過我的 因為我真的很盡心盡力 每天無時無刻的很用心在帶會員 其他分析怎麼帶會員 其實我很了解 因為我們這個頭顧圈很窄 很小 能比我每天盯盤盯得那麼用心 每天那麼無為不至的照顧我會員的 應該我說第二沒人敢說第一 簡單來講是如此 不然怎麼可能創造如此漂亮的一個 低接的買點 不管是238還是249 你看一下隔天馬上大漲 什麼是講在前面讓你印證在後面 連3A收最低249低接 隔天馬上大漲 接下來分盤交易 我說沒有漲停我不會賣 對不對 沒有漲停我是不會賣的 到昨天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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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了 兩階段39% 這叫做打標 今天再多10%以上 因為今天漲停 對 累計超過五成 超標大概51% 330了 330了 超標了 又多了一座冠軍盃 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 任何選手 在比賽的過程 大家都想要拿第一 大家都想要拿冠軍 口顧分譯師 在戴會員也是一樣 每個分譯師可能都互相在比較 在一架高低 萬論 今天來到波段新高 我們幫會員創造一個 超過五成超標的冠軍盃 低檔區的兩個買點 是我帶給我們會員的 以及電視機觀眾的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COAX的大獲全勝 今天賺得翻過 賺得翻過 紅塑快兩倍了 致勝一倍 萬論超標五成 是不是 不是 唯一比較弱一點的星雲 也有37% 星雲去年度的代表作 COAX的 我賺了97% 老同學會員都很清楚 今年度 為什麼可以持續的延續下去 產業的結構趨勢依然往上 低點到了 你就要敢跟我買不是嗎 小疊想要買大疊大買 是我今年度 一再給你的策略 連三黑是不是 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連三黑 329 330附近的星雲 支撐到你不買 我敢給你看白 你要吧 就怕你不敢出手 你當天敢出手嗎 一般看我節目會觀察 真的可以買嗎 330附近真的是一個支撐的買點嗎 隔天你就相信了 隔天35 7.5 對 漲了28塊錢左右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我給你印證的操作風範 低進 高出 高出完在低間模式 不是只有一檔 相對低檔轉折買點會買的 對 這個位置 你不會等待嗎 你看我節目 隔天印證的 你也是繼續觀賞而已 繼續觀賞完之後 他就亮燈了 388.5 這樣星雲我們一樣 參加他的除息 所以賺股息也賺一個價差 禮拜四再度亮燈 對 這兩根黑K棒 我在電視當中有沒有告訴你 我買在330附近了 我會怕這兩根回檔嗎 紅K棒已經建構出一個支撐性的位置嗎 兩根黑K棒洗下來我會怕嗎 對不對 那兩根黑K棒我們跟你分析星雲嗎 所以禮拜四再攻漲停 今天星雲第三根 第三根 37% 達標恭喜會員 451.5 對不對 從這個位置開始 你看到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空穴來風嗎 轉漲停要靠實力 轉波段更要有堅強的專業實力 所以整個星雲330是誰帶你買的 這個位置 誰帶你進場 再嚇我嗎 對 連三黑 市場上誰敢出手 就只有我家的會員敢出手 是不是 今天451.5 一張80 買個10張80萬 對 更正一下不只 330 451 一張120塊錢 121塊錢 沒有錯吧 對不對 330 451 所以一張等於賺121塊錢 10張120萬 你認為我家的會員 沒有人買10張嗎 我可以跟你講 我家的會員有人買100張 為什麼敢重壓 紅塑成功的模式 告訴你 COVAS它就會大漲特漲 所以萬論邀請你 星雲逢低帶你買 哪一黨各國的操作 夾帶著肺炎 沒有 多是肺腑之眼 所以今天那個 星雲達標 37% 37% 所以7月份的冠軍盃 到今天為止 兩座一倍的達政冠軍盃 紅塑將兩倍至剩一倍 萬論 51%超標 星雲37% 這四檔股票 COVAS的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公逢其盛 我不曉得這四檔股票 你到底有哪幾檔 如果你其中 有一檔是你的 恭喜你 恭喜你 來跟清老師併見說算 絕對會讓你值回票價 所以你看到 我這張股票 很多分析師會跟著後面追 是不是 會想來蹭 合情合理 對 大漲股票誰不愛 也謝謝大家的一個台愛 來幫我們會員抬轎 所以為什麼我要保留一些標的 給我們的會員 隱藏版的標股不變公開 是因為太多人在看我節目嗎 那麼多分析師在看我節目 大家都在跟籌碼容易亂 所以我不是告訴過你嗎 3413的金頂 我303買的 今天來到幾塊錢 403 一張90塊錢 半導體設備的 另外一檔 信鴻科 半導體設備的 我禮拜 大概是 190附近卡位的 190以下卡位的 今天236 一張也快要40塊錢了 會保留 不是慶龍老師怕你們談 我是怕影響到我們會員的一個權益 會員持股的籌碼 該公開給你的 COWAS我用公開給你 是不是 所以這一檔 足抵八天的 一樣在低檔 金老師專門抓強勢基歐股的低檔轉折買點 這一次的COWAS哪一檔不是如此 所以這一檔股票我只能告訴你 它具有爸爸性的成長 既然足抵八天 這種轉折買點一旦浮現 你就好好的跟我來上車 33翻倍計畫持續進行當中 邀請你加入龍家軍行列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這次除了COWAS相關概念股票 被我抓住低檔的買點之外 重定類股一樣被我抓到了 這絕對不是靠運氣 是不是 有實力的人誠心誠意的 邀請你跟我一起來對市對價 迎接今年度 以及明年度的降息大行情 行情沒那麼容易就結束 所以這一檔華城 天長黑 創新高之後回檔 兩隻腳買點600多 到昨天位置看到1000塊錢 我們大概賺了400塊錢 六成超標水準 今天長黑打下來 要不要賣 容許我保留一下下 畢竟他滿高價的 畢竟我們已經賺了那麼多 至於亞利跟中西店 我可以告訴你 繼續的流 好不好 可以繼續的流 當時候亞利買這個位置 105.5 109 買完之後上去做回檔 告訴你流 上去再度的回檔 再跟中長老 告訴你會過錢高 他有沒有過高 所以對於這樣漲了5成之後的亞利 他的訂單年進度 看到2018有改變嗎 如果沒有改變 量價籌碼沒有失控 依然可以續爆 中西店也是如此 今天再創新高209 買158 這邊低檔再買 漲停之後的回檔 這兩根紅K棒 我說還會再上 這邊也是一個加碼點 來到這個和你的過程 我說會往上推升嗎 所以這兩天來到破斷新高 超過三成 超過三成 續爆 流 買在低檔 不用怕震盪 不用怕整理 長線的一個基本面 保護短線的一個整理盤勢 聽不懂嗎 聽不懂 跟著一起來操作 AI伺服器的一個金像電 大雙底 大黃金右角 我寫兩個大大 什麼意思 它是來大的 它不是來小的 懂嗎 三個月的一個長波段時間轉折 我帶給你低檔的買點在197 對不對 6月25號的金像電 跌到197 趁大盤重做 就上禮拜二 那個最關鍵性的買點 所以我說光是這兩個禮拜 從上個禮拜二 以及上禮拜四 以及這禮拜二的回檔 我都告訴你這個盤 很強 強勢回檔你不買 你錯失了三次買點 尤其是上禮拜二 市場上恐慌 剩下等我賣 因為盤我看得懂 所以上禮拜二很多股票大買 金香店其中一檔 197.5逢低買 參加他的除息三塊半 28號一樣告訴新會員197再買 197再買 當作在196 禮拜二 219.5 還原均值22 是波段新高 今天來到233 不多 20% 如果還原均值大概21% 我說過大雙底 對 大黃金右腳 兩個大大 它是來大的 它不是短線 所以我一張都捨不得賣 算20%而已 還沒達標 算是目前 績效 比較差的一檔股票 但是 它不會只漲20%就結束 大黃金右腳 大雙底 好不好 兩個大大幫你加持 又清老師幫你背書 對不對 197到233 賺多少錢 一張賺三十幾塊錢 買個十張 花你不到200萬 三四十萬 獲利ING 費費不算什麼 真的 真的 真的不要跟 清老師的公司計較費費 績效 才是一切 沒有績效 打折有用嗎 會期很常有用嗎 對不對 同家 營收新高的 當時大門重重195點 86.3可以買 浮宏第一層接 賺漲停 95塊錢 同家 6月24號 我還告訴訓委員 87.5可以買 沒有錯吧 這普通會員的股票 都跟我對價 普通會員人數最多 因為他們入位門檻比較低 但是我對普通會員一樣 有比較不照顧他們嗎 同等的一個對待的心態 一樣幫他們賺漲停 87.5買通家 一萬漲停 95塊錢 所以不管是87.5的 或是86.3的 都是逢低成績的一個時機 所以整個通家 回檔修正來到88.1 回測支撐止跌了 止跌之後 整理完之後 他當然會往上走高 來到94.5 今天一千多張不太夠 補量再上工 量價當然對個股的操作 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跟上來你就知道 秦城當時有247 有沒有看到連三黑 你敢買嗎 低階27 兩階段 341 有沒有 這樣51%超標 之前賺了51% 這次回檔287.5 少買點 隔天馬上311.5 今天又回到291.5 又是買點 相對低檔區跟我買的 我相信你要的是一個 操作品質的保證 我有沒有逢低成績的一個實力 我有沒有幫你拿冠軍盃的一個實力 7月份到現在為止 總共拿了1234567890 10座的冠軍盃 親愛的朋友 333班倍計畫 馨老師 不停地用我專業的實力 幫會員創造出333班倍的一個績效 你想要迎接未來主流大行情的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我們一起來對死對價 好